春天花会开 这首 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写这首歌的时候 其实是在厕所里面写的 因为 我那时候还是用录音机 小的那种录音笔录音机 然后我想说 IC的那个住的酒店不是很好 大家通常会在厕所唱歌 有录音 自然的录音 第一个叫 接下来问你现象 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好听 我来念一下 谢谢 这么多张 两张子 这会是谁呢 这用心写的 我猜啊 他 谁 你的 你的 你呢 你呢 我怎么可能写 你知道怎么写字 怎么可能写那么多字 怎么可能写那么多字 我来念一下咯 嗨 小齐哥 你好 第一次听见你的歌 是我在十四岁的时候 而让我印象更深刻的是 两千年 那一年的我 刚好是个刚十八岁的高中学生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重要大事 就是迎接即将到来的高考 热爱音乐的我知道 如果要选择音乐学院 那么让父母付出很多金钱的成本 可我也真的不想给家里增添负担 那时的我担心自己 一旦放弃学习音乐 从此就和音乐梦想失之交配 但也就是在这一年 春天花会开 这一首歌 一下子火遍的大江南北 给了我很多鼓励 后来我选择了四川师范大学的 旅游和酒店管理专业 大学期间 我在一些酒吧当助唱歌手 唱一个晚上可以有五十元的收入 这样既可以帮家里减轻负担 同时又能累积音乐的经验 每当我唱起这首歌的时候 都会被这首轻松欢快的歌 温暖和鼓励 想要吹着口哨 走在春天花开的路上 希望这首《春天花会开》 你们能喜欢 谢谢小杰 我一直很感动 四川师范大学 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就是没有学唱歌 但是我是学的是可以拖盘 可以去蝶床 对 我看过很多年轻人说 我热爱音乐 我怎么样 但是选择跟走的方向不对 造成了家里的负担 我觉得小杰的想法很对 努力去追求梦想是对的 但是在现实的条件里面 怎么样去找到最好的方式 找到最好的契机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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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